CVT又被称为无级变速器 属于自动变速箱的一个类型 在踏板摩托车和日系汽车上经常能够看到 不管是在摩托车上还是在汽车上 CVT的结构和原理基本一致 主要包含主动轮、从动轮、传动带和液压泵等部件 通过改变两个追轮的传动半径来匹配不同的传动比 当车辆起步时主动轮的工作半径缩小 通过更大的传动比来获得扭矩 提升加速能力 随着车速的增加 从动轮的半径会逐渐增加 传动比随之下降 让车辆能够以更高的速度行驶 在摩托车领域 踏板车被认为是最废油的车型 而在汽车领域 CVT车型又被认为是最省油的车型 最主要的原因有三个 第一个原因就是发动机的工作效率不同 当前主流的汽车发动机 热效率基本可以做到40% 并且还会采用很多先进的电气技术 比如缸内直喷、涡轮增压 可便气门证实 甚至会给发动机配备一个电动机 构成48V轻混 油电混动 增成式 插电混动 这些技术的目的 不仅可以弥补发动机的低效工况 还能大大降低汽车的燃油消耗 但是摩托车发动机不仅排量低 热效率也非常低 做到20%的热效率已经是顶尖的水平 这是因为摩托车发动机追求结构紧凑 根本没有太多的空间去加装各类电气部件 这就导致摩托车发动机的工作效率普遍不高 而CVT变速箱作为一款变速器 其本身是为了辅助发动机工作 尽可能帮助发动机保持在最高效的工作区间 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要看发动机自身的工作效率 如果效率足够高 CVT的发挥空间就会越大 如果效率本身就不高 再好的变速箱也无能为力 第二个原因就是发动机运行工况不同 由于摩托车发动机排量不高 尤其是搭载CVT的踏板摩托车 排量基本都在150cc以下 马力只有10匹左右 想要提升发动机单位时间内的做工总量 要么提升排量 要么提升转速 汽车发动机可以通过增加气缸数量来获得更大的排量 但是踏板摩托车大多采用结构紧凑 成本更低的单缸发动机 为了压榨出更多的动力 摩托车发动机只能采用高转速的设计 但是转速太高会导致气门开闭时间过短 进气效率变差又会导致燃烧效率进一步降低 第三个原因就是变速箱结构的差异 汽车的CVT一般采用钢带或者链条进行传动 而摩托车的CVT则是采用橡胶皮带 在传动过程中容易出现变形和打滑 导致传动效率下降 动力损失严重 汽车的CVT可以通过电子系统主动控制变速箱的传动笔 而摩托车由于电气部件的缺失 只能通过速度被动调整传动笔 尤其是在上坡的工况 发动机很难达到最佳的运行工况区间 燃油经济性自然也就差强人意 从上面这些原因我们可以发现 一辆车的燃油经济性 本质上还是要看发动机的工作效率和工况 只有在同排量 同级别的情况下 变速箱才能体现出所谓的优势 如果从燃油经济性的角度来说 摩托车肯定是更加费油 如果从实际油耗的角度来说 摩托车的实际油耗又要远远低于汽车 就像给100个人做饭 如果用功率很小的电饭锅 需要100度电 而用一个大锅只需要50度电 大锅和小锅到底谁更省电 从不同的角度也会有不同的答案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支持一下